第四集 连上秀和韩靖无体会警察的无奈所长假妙化解连上秀的危机 吴阳寸听到连上秀的牢骚与不满 逼他给自己点边 连上秀吓得魂不不体 韩靖无可汇吏也不敢吱声 吴阳寸狠狠教训连上秀 对他拳打脚踢 还不停地警告他不许和市民动手 以后也不许在背后说人话话 有任何不满要当面讲清楚 吴阳寸兵韩靖无讲出对连上秀此举的观点 韩靖无觉得连上秀的作法有被警察的职业操守 可是也属于正当防卫 如果连上秀不及时还手 有可能发生危险 可吴阳寸根本不买账 继续对连上秀严加惩戒 韩靖无很自责 追着连上秀赔礼道歉 潘警官带队去夜店 把老板抓走 还抓了一批未成年的女孩子 老板不服气 一直吵吵吓吓吓闹闹到派出所都不肯就办 崔明虎主动和潘警官可解 可他还是不屑一顾 所长也狠狠地教训了惠丽 惠丽很委屈 想换崔明虎来带他 所长坚决拒绝 随后 他又警告吴阳寸 要给实习警察做表率 不能纵容他们任意妄为 临走还不忘提醒吴阳寸 自己是迫不得已才收留他的 吴阳寸想约安强威吃饭好好聊聊 却被他无情拒绝 安强威借口再调查一件少女性轻案 吴阳寸也只好作罢 英静摩一直对安强威情有独钟 从那天开始 连上秀一直郁郁挂欢 对韩敬吴不冷不热 惠丽看不下去 直接了当提醒他们 连上秀声明是对自己生气 和他们俩无关 韩敬吴才释然 连上秀看出他喜欢催民苦 韩敬吴很爽快地承认 韩敬吴看前辈们吃完饭 就给他们美人冲了一杯咖啡 遭到吴阳寸的严厉训事 警告他不娶拍马屁 只要做好警察的本分就好 韩敬吴当众顶撞他 并百般解释 吴阳寸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要将他给犯人戴手铐 没想到板被韩敬吴按在地上 戴上手铐 连上秀忍不住偷笑 吴阳寸带着连上秀一起 去配合交警察酒驾 突然有一辆车急驰而来 司机拒不配合检查 加大油门撞到警察 开车逃逸 吴阳寸他们赶忙分头追赶 那辆车在道路上狂奔 最终被堵在路上 司机不但不下车伏法 竟然开车冲撞警车 吴阳寸一气之下跳到车顶 拼命砸开前党方玻璃 司机才出来认罪 连上秀拦下一辆车 车上有两个老人 他们局部接受酒驾检查 还出言不逊 一把抢走连上秀的仪器 对他拳打脚踢 连上秀把他考上 并带到警车上 警察前辈不禁替连上秀捏了一把汗 那两个人是国会议员 他们一到派出所 就开始大喊大叫 叫嚣着要去见国务总理 还乱砸东西 所长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直接放了那两个人 潘警官和吴阳寸都不服气 所长亲自给那个人赔礼道歉 却遭到他们的谩骂殴打 所长已动不动地 任凭他们肆意妄为 英镜模也无可忍 抽筋来提醒他们 可是那两个议员竟然并被加厉 所长和英镜模一起两手 把他们俩制补 可最终还是把他们俩放走了 连上秀很自责 他第一次感受到当警察的无助与寒心 判出所所有警官都一份填膺 吴阳寸提议调出监控录像 把他们的恶行公布于众 其实所长早就提前录音了 还随身带了执法纪录仪 详细记录了那两个国会议员的一举一动 大家欢呼雀跃 一起把酒言欢 潘警官和崔明虎也兵士前嫌 和好如初 韩敬吾和崔明虎到了案发现场才发现女人残子家中 韩敬吾吾吓得默瞪口呆 站在原地不敢动 崔明虎仔细勘察现场 还特意叫上韩敬吾一起讨论案情 死者和丈夫新婚才三个月 就被杀死在家中 报警人是他的丈夫 嫌犯是死者的情人 韩敬吾认真比对路面的监控 发现死者的丈夫上班路上突然掉头 大家立刻分头去取证 安强威百五两来 就到路边的小燕招娃娃 吴阳寸打电话给他 他不接 吴阳寸只好让女儿打 安强威还是不接 吴阳寸发现女儿对他很冷淡 他只好来医院看望住院的母亲 才知道安强威来过 安强威坐在路边借酒交愁 看到路边一家人高高兴兴在散步 他的心如刀角 深夜 崔明虎担心韩敬吾无法承受 就打电话提醒他喝点酒 听听音乐 来缓解心理的压力 吴阳寸带莲胜秀来到案发现场 发现家里没人 连上秀听到浴室里有水声 擅自扯开门上的交代 把人救出来 吴阳寸因为擅自破坏现场遭到严厉训事 他也不解释 这让连上秀羞愧难当 可也不能见死不救 他考虑再三 连夜来找吴阳寸问清楚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秀的 词 Hollywood